来了 直接进BP了已经 哦 左翼RNGB版 IG这边是鳄鱼卡杀啊 打RNG的话大概就会玩鳄鱼 因为RNG对于鳄鱼这个摇摆用的还是挺好的 确实最近Rookie玩卡牌确实玩了很多很多 哦 有潘森 对还有潘森 潘森是B咬版的 那这样的话白给IG赚一个乌迪儿呀 有乌迪儿的情况下先选暴女啊 那两边好像你选了暴女之后 我自然就没有去选乌迪儿的必要了呀 搞个力量也是OK的 搬卡蜜尔跟纳尔 为什么要这样搬呢 首先卡蜜尔的话对RNG而言 其实不是特别好处理 纳尔这个搬的话就是搬德赛的纳尔 因为德赛拿到纳尔的时候很难去处理 他还比较难死 就是他能玩的很爽的情况下 他又不容易死不容易去针对他 哎 翻了沙谎 纳尔肯定是没问题 但主要是IG这边选辛德拉RNG拿什么打呢 对 杰斯打纳尔是很爽的一个对局 而且杰斯加暴女也算是一个combo吧 一个组合 但主要问题是我真的挺感兴趣的 就是RNG会拿什么打这个辛德拉呢 不过是家里奥啊 已经是名牌了 但我觉得兰博会好一点 兄弟们写剧本了写剧本 剧本全是我写的 我操 死的名字表情 感觉像狗吧来打架的 诶 一个推 诶 但是这里 诶 我帮你没标到 诶 还没标到 诶 还没标到 那这里有点尬 感觉标到了 好像能逼个闪的样子啊 嗯 这边 但讲实话不是 不是尬喜 纳尔真打不过杰斯 对 这个是真的 而且纳尔想打得过 也得等级特别高的时候 才有机会能打 这一炮 这就是惹赛啊 这压这里 说实话 哇 他今天真的好稳啊 今天 我通常 对 真的 兄弟 感觉赛前必有人和他说话了 对对对 今天太稳了 那这疯狂灌输 诶 对面 不用压太 不用 哦 哎 来了 牛头干脏事了 你们看一下这小地图 我有未来守护者 卡了这个核心事业 哎呦 但是那里有眼的 这里有眼的 要等 哎呀这边先露脸了 完了 哎呀可惜了 这B开会了呀 这 全是玩灌溪的 诶 诶 两边好像针对的地方不太一样 诶 是的 这边想动蓝博吗 但是感觉没什么机会啊 场也不这么打 RNG往常也不这么打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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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消祸 哇脾气 这波是未来守护者在 所以我一点都不怕你 来了 经典连铁 诶 诶 哇 这波是折塞大意了 对 不是 对 那个力量刚排完眼 这其实不走的 哦 这波这先锋敢打吗 那儿是满路的 诶 诶 这里那儿要变小了 那儿变小的话 这波要把先锋拉回血 拉回血 拉回血 得拉回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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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稳 但这里瑞尔没六级 瑞尔没六级 RNG这边是不大瑞尔 有闪 哎呦 那这样 这样瑕谷先锋就 哇 兄弟 应该上一塔能直接撞掉 刚才还搁那儿猛 猛勾巴吹 两边打的巨吻 瑕谷先锋没收益 这人一死 瑕谷先锋收益就来了呀 什么意思 不会要跳吧 哦 又想拍 又想拍 哈哈哈哈 这可是你的老对手啊 你有点太小看他了呀 诶 这里 瑕谷先锋 诶 不会有直接大佬躲 这边 但这里莉莉亚 这个蓝某道都很 位置很不错 这蓝某 这力量能睡 大佬这么东西很好 怎么说闪电拍了 但是后续有人能跟吗 诶 小虎 蛤 蛤 蛤 这样的吗 那这里暴女还给自己 回了一口没死 但是后续 RNG这边怎么感觉也 这波团感觉开得挺好的怎么被虐回来了 确实 一开始Wink是先用大招躲了一下牛头的恶脸 这个时候牛头是技能真空7了然后蓝柏就大招散下去 哇 蓝柏这大招 不一个碎 诶 小虎抵抵射啊 感觉如果小虎这波去找新的拉加杰斯的话可能会效果好一点吧 但是 哎呦 节奏好快啊 这边龙又开起来了 不行了不行了 两千血 蓝柏还是一个大的 小虎 要点一下怒气在 是啊 这边德赛在一个绕货的位置吗 哎 杰斯绕后吗 一炮 上比达斯有事也能看到的 这边那儿怒气很好 但是那儿没闪到 被秒了 被秒了直接小虎 这波要退了 IG要退了 那这边IG要利用自己阵容的优势去逼中路 看一下新的拉推球推到了 杰斯下一棒马上好 哎呦 这边 海克斯闪而开 开到三个 乖乖 一两个中央稍微规避一下 盖拉这边大刀 盖拉那刀 哎呀 可惜差一点点 哦 你这边多了个护臂 哦呦 真的可惜 快快 兄弟们 瑞尔 瑞尔这英雄太BT了 真的 这波阿尔街是没有反省的力了 他这B是被迅果化的 哎 来了 这波 这边很细节 打虎和这波没办法Q 终于也没有用了 然后我给大刀撒下来 伤害不是特别高纳 这边路西一般般 这边能收割吗 他一失选到 我们能A死 这边一招 拷抢上了 W跟上好像能收到 可以这边 那小虎一失选 但是后期还打不过 这边一个Q 因为是大那儿 大那儿体积太大了 扭不掉技能 对 这边阿尔街的想法是 犯了这个小龙 可以 但是我要去抓你的杰斯 哇 好稳啊 则赛什么时候 在这种地方待过啊 不知道啊 挺离谱的 啊 有保镖都不出去吧 哈哈 我的天 这兵不吃了 这兵不吃了 这导播也很懂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啊 来了这里 来了现在这个 那儿应该才是德赛 说实话 对 来了 就是疯狂的 在死亡边缘徘徊 哎小伍这边怒气特别好 就是这个怒气 但是 挺进步坏者 要闪拍吗 这里肯定不能开这三个 啊啊 坏了 但这里阿波大傻得很好 闪没拉闪现 哇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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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办法 杰斯 狼不住了 那这后续 杰斯这个位置 怎么说 对 真打不过了 没办法了 这闪现红buffA一下一个QW 直接把莉莉亚也收掉了 哎呀 这一波 这波第一时间 大尔把这个大招推出来之后 我看一下后续 兰博烧三个 主要这个位置只开到了一个侠 啊 如果他开的这三个人里面 还多了一个辛德拉或者杰斯的话 还是挺有机会的 打一击这个也很明白 他三个C脚不在一起 团记这里就没什么机会打团可以 喂 哎 啊 他又回来了 他好突然的又回来了 是没有开关啊 不是不是不是 哇 他这波这样子骗了安静的人 之后都破两路了吗 一个闪现破两路不是雪状 哎 这里小虎 上去瞬间被推回来了 小虎这边不要怒气的 直接开但是反手 直接被伤害堆死 直接被伤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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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猛丢东西 快快去你了 这走出来太开关了 就明显看那个爱奇的阵容 就只看阵容的话 绝对是安静这边更好的 就安静的阵容找不到什么太大的缺点 感觉 但是就像我开就是比赛开始前说的 爱奇很会面对这种阵容 就他们很不怕这种阵容 特别不怕 他们就特别会拉扯 我这个 这人又回来了怎么办呀 我的天哪 感觉快回来了 就这一场就真的 他做了那些行为啊 就真的让你看不懂 你们知道吗 就什么情况 你把AD遮住不会 不会觉得是他的 对 太狠 有几波还是有味道的 有几波有味道的 讲实话 就他现在 这上现在的感觉就是 跟S8那伙有点像了 说实话 真有点像了 他IG是玩那种暴力的 知道吗 伤害一灌进去就 怪 你看他打团 打团只需要三秒钟 RNG死了三个 确实 他是讲实话玩伤害的太赖了 太离谱了 就三秒钟 RNG这边倒三个人 怪多了四千多吗 多了个勾巴帽子 还多了个秒表 送一进 我不懂这个人 太多了 这个人什么意思啊 这个人感觉 就没有哪一年给人感觉 他很弱的样子 就状态很不好的样子 确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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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